本港上半年錄得超過4萬5千宗罪案 比去年同期升大約6% 其中4乘3是詐騙案 一共大約有2萬宗 比去年同期升6% 涉及金額達到44億8千萬 急增6成6 不當中損失最多的是投資騙案 高達15億5千萬 警方說相比過去兩年同期 騙案升幅有所放緩 猜猜我士誰等騙案大跌6成 不過假客服的新行騙手法 單是上個月已經有超過1千宗 帶動整體騙案上升 暴力罪案方面 上半年就有超過5千宗 比去年同期上升8% 而暴洩案就有684宗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成 勒索亦都急增近3成 主要涉及拿了勒索